在上一集我们跟大家分析过 金国大王和银国大王 这两个妖怪 与取经人之间发生的战斗 分明就是道教势力 和观音菩萨之间 一场很隐蔽的较量 太上老君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要搞定孙悟空 一来孙悟空以前和自己有牙齿人 二来就是要通过这场仗 表明自己的态度 破坏他们的取经大计 只不过这次交手的结果 就使他大失所望 金国大王和银国大王 两个人真是太坏了 自己已经连五件宝贝都搬出来 给他们了 他居然搞不定孙悟空 还反而被人搞定了 眼看着孙悟空 收起五件宝贝 杀了妖精妖怪 接着就要和唐三藏继续上路 太上老君再也忍不住了 索性就跳出来 扯住唐三藏匹马 和尚 你们去哪儿 还还回那些宝贝给我 老爷 为什么你会来的 什么宝贝呢 不用扎傻 扮猛了 那个狐狸呢 是原本我要来装单药的 正平是我要来装水的 宝剑是我要来除魔 那把线是我要来潑火的 至于那条裙线索呢 是我绑道婆的腰带 你两个妖怪 一个是帮我看金奴的童子 一个是帮我看银奴的童子 因为他们偷了我的宝贝 走到凡间来作恶 我正是周围找他都找不到 想不到反而被你捉住 恭喜大乘 得着这场功绩了 喂 你个太上老君够毛拉了 你又说得容易 那两个童子偷了你的宝贝 你会找不到 而且 你早不找到 前不找到 偏偏就在你孙大姓攻城身腿 准备拿着宝贝走人的时候 你又找到泥 喂 是不是实在太巧了 如果不是那五件宝贝 现在人家手上 恐怕你还会躲不出来 只不过 一向你以为是脏脏味的孙胸 他已经更明白 你这个太上老君 又认真无礼了 你私放了两个家童出来 落藩为恶 简直是管束不掩 你也有罪的嘛 哎呀 不关我事的 不关我事的 大姓千万不要错怪好人 这件事呢 是一位海上菩萨 问我借了几次 哎呀 那才把他送来这树化身为妖魔 他说要考验你们几师徒 是不是真心去取世经 哈哈哈哈 认真是姜真是老的辣 太上老君轻描淡写几句说话 他居然说 这个是你的领导 特意叫我在这里考验你而已 量你都不敢去找你的领导来对责 所以 他一点都不怕自己车的大炮回穿煲 反正 他刚才都只是说 是海上的那位菩萨 有没有说清楚是哪个菩萨 更加没有说到是南海观世音菩萨 果然 孙孔一听就认真阔鲁耶 哎呀 菩萨啊菩萨 你怎么坏成这样的 几乎害死老孙了 你要我保唐僧去世天取经 我都说 路途都不知道多难行 他还说 到时候我有危急的关头 他就会赶来帮忙的 谁知现在 他不单止不帮忙 反而还特意切多两个局 来让老孙受苦受难 嘿呀 你这么贵阴毒 逼你一 一 一世没老公的 所以还 人做妖怪 你做妖怪 如果你背后 没有这种根底 没有这种靠山 恐怕 你和孙孔作对就恐险得多了 金国大王和银国大王呢 两个人 居然是太上老军的直系 所以 他们不单止是又法力又宝贝 而且他们原来的老巢 势力都很大 不过 这两位妖怪都没算夸张 最夸张的那位 接着要出场了 是谁呢 你猜不猜到 是红鞋 你为什么说 势力最夸张 最离谱的那位是红鞋 他只不过是牛魔王的儿子 有什么那么厉害才能 牛魔王 多厉害 都只是妖怪 最多级数和孙孔 就差不了多少 和太上老军 是哪里有得比的 别急 听下去 你就会明白了 首先 当初如来佛 给了观音菩萨 金 锦 金 三个枯 是不是 那个 金刚枯 套的就是 黑红精 金刚枯 就套了孙孔 如果不是 唐三藏 怎么会念 金枯咒 来修复孙孔呢 观音菩萨 最宝贝 最不舍得用的 就是那个金刚枯 后来这个金刚枯 套了谁呢 套了红鞋 所以 在观音菩萨的眼里面 红鞋 的确是一个 比孙孔更加 神通广大的妖魔 你怎么看得出 红鞋 是够神通广大 我们可以由 以下四个方面 来研究一下 首先讲法力 红鞋的法力 究竟有多厉害呢 跟孙孔交手的时候 他武艺就一样 也没有什么法宝 但是人家会喷火 而且他喷的 还是三味真火 三味真火 那是道家的不存之辈 这么说明什么 这么说明 红鞋 是他有法力的妖怪 而且 至少被孙孔高一个等级 西游记里面有法力的妖怪 数来数去 只有那几个 既然红鞋遇得洗三味真火 那就是说 传授他三味真火 发述的人 肯定也是非同一般 试想一下 如果孙孔不请观音菩萨 找其他人帮忙 又怎么打得赢这个红鞋遗呢 本来孙孔就算赢到红鞋遗的三味真火 也都不是那么怕他 就他试验避火缺 只但红鞋遗不单只会喷火 还会喷煎 一口煎喷出来 孙孔就顶不住了 袁书写着 那个妖怪见他来到 将日后煎 劈头劈面地向他喷过来 原来 这个大姓不怕火 正是怕烟 当年大闹天宫的时候 孙孔被太上老军 放在八卦炉里面练过 结果被烟就分坏了对眼 所以到了现在 虽然有对火眼金睁 但是就很怕烟的 被红鞋遗一口烟 劈头劈面地喷过来 孙大姓就不敢抵挡 撥砖头就走了 咦 那看来 知道孙孔怕烟这个秘密的人 就只有是太上老军 那红鞋遗怎么会知道的呢 等一会再说一下 再说一下 红鞋遗的家世 红鞋遗自己号称 姓英大王 按原著来说 她只是个孩子而已 但是实际的年红鞋遗的年红鞋遗的样子 案书里面描述是 面鞋遗肤粉三分白 顺玉陶珠一表彩 笨幻青云 欺电掩 微分 身于刺刀才 尖群 考手盘龙凤 仍被拿渣 更副胎 双手举枪 威灵烈 长光护 看出 门来 表面上 红鞋遗是牛魔王和铁蒜公主罗撒女的儿子 照理来说 她老爸是只黑牛精 那么她怎么都应该有一部分牛的DNA吧 只但红鞋遗一点牛样都没有 生得很可爱 比拿渣还要好看 可爱得多 甚至比她更加有富贵相 还有 红鞋遗色的喷火 而且喷火还有特长 但是 无论是牛魔王或铁蒜公主 她两个人都不懂喷火 你说奇不奇怪 再加上还有一件事更奇怪 孙悦凤知道她是牛魔王的儿子的时候 就是想跟她拉入关系 刚刚说完 我和你爹牛魔王 是结拜兄弟 现在我们 怎么知道红鞋遗都不等她说完举枪就像 你这只猴子 我和你有什么亲情 我和你有什么亲情 谁是你什么贤 你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你敢和我爹清兴到底 红鞋遗都不单红鞋遗都不相信孙悦凤的说话 亦都看不起牛魔王的兄弟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为什么呢 还有一件事更出奇 你猜红鞋遗的势力有多大 我们可以将她和金国银国大王比较一下 西游记第三十三会 说到金国银国大王神通广大法术高强 念动真言咒语 可以召唤土地 在他的妖动里面 一日一个轮流当整 孙悦听见当值这两个字 都不禁心惊 哎呀 创天啊 创天 想当年 我都曾经得与名师 传授我长生秘决 我又可以随风变化 寒龙伏虎 大闹天公 甚至还明清大圣 但是我都不敢将山神土地 当成自己仆人的来洗 今天这个妖魔 居然 这么无法无天 将山神土地当成自己的奴博 还要替他轮流当直 哎呀 天啊 天啊 你既然生下了老孙 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妖怪啊 孙悟他不敢将那些土地山神 当成仆人来洗 是很正常的 因为无论山神 还是土地 他们的法力地位虽然低 但是怎么都属于天庭的基层干部啊 人家金国银国大王 乃是太上老君身边的贴身同志 他们肯定有办法将山神土地当成奴博 使用呢 但是 这两位太上老君身边的道童 将那些山神土地当成仆人一日一个 来自己山洞直日 孙悟空眼里面 看到已经觉得很夸张 但你再看看 红霞仪是怎样对山神土地的 西游记第44回讲到 孙悟空想了解红霞仪的底势 于是召唤当地的山神土地来见他 结果一下子来了60人 三十个山神三十个土地 吓了猴子做一条 咦 为什么这树有这么多山神土地呢 那帮山神和土地一起沟头说 大圣啊大圣 你不知道的了 这座山有个妖精 哎 搞得我们根本都没得香火供养 一个个 二不弊体 食不果福 哎 但是这个魔王的神通实在广大 经常就组了我们去 有些要替他透火 有些要替他看门口 晚上还要倒上尿壶 哎 这件事已经够难顶了 更加难顶的就是 他手下的小妖 还经常要问我们 要问我们去量一下水 哎呀 如果给不到钱呢 怎么都要捉回几只山章野兽来打点他们的妖精 如果没有东西送呢 一旦就来说 一旦就来说拆廟 一旦就要毁坏我们的神障 搞得我们真的没有蛋好吃 哇 哎 由这段说话里面 你已经可以看见 红孩儿管住的地盘有多么大 天庭设在这里的基层干部 全部都被他当了工人来洗 你说 孙凤有没有这样的本事呢 没有 就算红孩儿他老头牛魔王 都没有这样的本事 为什么红孩儿反而他自己偏偏有这么大本事呢 比他老头牛魔王还要利害得多 谁知道 他洗的不是普通人 又或者普通妖 是天庭的妖怪 如果你说天庭 没有一个有势力的人罩着他的话 他又怎么使得动这些山神土地呀 金国大王银国大王 是太上老君做他们的后台 那又似着太上老君的面 那红孩儿呢 他又似着谁的面 我们看看红孩儿的结局 恐怕你都会明明的了 红孩儿不单止差点就搞定了孙凤 而且观音菩萨他都不怕 他居然敢变成观音菩萨的样子去骄诸八戒 就算后来观音菩萨亲自出马了 他都还敢去刺观音菩萨几枪 红孩儿这个妖精真是认真够固固固 谁都不讽 就连孙凤请了观音菩萨来 他都说 你这只猴子 简直是看低我 你将我当成什么人 居然请这个诈斗菩萨来 可见 在红霞仪眼里面 就算是观音菩萨本人 也都是个诈斗菩萨 不算是什么厉害的人物 但是 无论如何都好 红霞仪的本事 是怎么都比不上观音菩萨的 红霞仪的势力范围 也比不上观音菩萨的势力 但是他为什么 一点都不将观音放在眼里面呢 他究竟是似着哪个的势力 敢囂张成这样 最后 是观音菩萨用脚 用金刚枯 套住了红霞仪 只但收复了这个妖怪之后 他处理的手法 也很奇怪 他居然不是 罚这个妖怪 而是升他职 居然 就将红霞仪 升了做善财童子 直接由妖怪 进升为一个 有正规编制的神仙 这个红霞仪 根本没有职到半分功德 一心还想吃唐僧 反而 就在孙悟空他们之前 收成正果 就成了神仙 而保护唐僧的孙悟空 朱八戒和沙和尚 反而还要继续在前线拼命 你说这样就怎么解呢 要解开这一个又一个的迷团 那当然就要由红霞仪的父母身上 说起了 吴霞仪的父母是谁 牛魔王和铁线公主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牛魔王 在西游记这部故事里面 牛魔王可以说 是最逍遥自在的一个妖怪 为什么呢 孙悟大闹龙公之后 拿了一条金箍棒 就开始周游四海去结交朋友 结果就被他认识了七个兄弟 那是牛魔王 铁魔王 铁魔王 司陀王 尼侯王 鱼蓉王 连上美侯王一共七个 那各位 在你帮魔王之中 孙悟空排行第七 是最后那个 而牛魔王 在当时来讲 孙悟空是响当当的老大 孙悟空只是他的弟弟 那既然牛魔王 能够做到七个魔王的老大 看来 他应该都算是有点本事的 而且 按照年纪来讲 孙悟空在花果山 做妖精的时候 牛魔王都经常来这儿 喝 喝 喝 吃 吃 大醉而会 那肯定他出道的时间 还要被孙悟空早 但是 又没听过他说犯过什么事 而孙悟空呢 落龙宫 闹闲罗典 都不知作了多少次案 所以 大体来讲 牛魔王其实还算是个安分守己的妖怪 至少做事又很有分寸 不像孙悟空那样乱来的 另外 后来孙悟空自称齐天大圣 他那几个兄弟呢 也都各自称过什么平天大圣啊 还有什么大圣啊 这样 只但牛魔王从来都没公开过这个称号 也都没对抗过天庭 甚至又没帮过孙悟空 所以 天庭从来都没说过 要来捉拿牛魔王的 一路到孙悟空 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 都没见过牛魔王出来帮拖 看来 牛魔王是很清楚道教佛教的勢领 他是没有跟任何一派发生的矛盾 甚至呢 他也都没有参与过其中的任何一派 是个根本的无派系的自由人 而且 虽然牛魔王被人称为大力王 论本事 甚至应该比孙悟空还要高强得多 但是 你从来没见他主动和谁动手 最多都是和人聊聊天 喝喝酒 而他自己本身 家族的产业都不知道多么大 社会关系网易都很复杂 早年 和孙悟空他们 一共有七大魔头 结拜为七兄弟 经常都谈文论母 喝酒吃肉 另外 他大老婆罗杀女 就凭借一把芭蕉扬 掌管着八百里火焰山的气候预保 人工降雨等等 不单身剑多职 而且垄断经营 收入也算是非常不错的 那个儿子 红蟹尔 在火云桶里面 也应该做大买买 天庭那六十个山神土地 全部都被他当成仆人来洗 你说 是不是都算家大业大呢 还有一个老婆仔 就是積雪山的玉面公主 跟牛魔王一样 似乎都没有什么职业 但是 他爹去世的时候 留下了很大笔的遗产 所以 已经足够他们辉坷的了 至于西梁女国 蟹阳山破移动的鱼翼真仙 和牛魔王一样的清兴道弟 他就霸住 那个仙霞落胎犬 在这里充当苦科的堕胎专家 收入也都很不错的 至于朱八戒和沙僧 在未归顺唐僧 归起佛门之前 和牛魔王也都很有来往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牛魔王的势力范围 虽然比较松散 但是关系网非常复杂 但是 他和孙凶不同 他不单止不喜欢打架 而且 从来也都不跟任何人 有过什么仇口 也都没见他害过什么人 还有 他根本没有得罪过天平 也没有得罪过佛教 和其他任何妖怪 也没有吃唐僧肉 那为什么 当后来孙凶来剿灭他的时候 突然间有这么多人来帮拖呢 牛魔王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下场呢 下集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最后